李柱銘說民主黨想走建制派路線 李柱銘去了兩個星期旅行 但還沒想清楚是不是去黨 他說下星期日黨的集思會會有決定 如果我認為我留在民主黨 是會對民主有用 那我就沒理由離開 但如果我發現民主黨 我說什麼都完全聽都不聽 那留在這裡有什麼意思呢 民主黨自從提出區議會方案 支持政改之後不斷被插 說和中央有台底交易 你信不信呢 如果何著人來告訴我沒有 我一定會相信 問題就是如何說服市民 真的沒有 這些是很難的 就算你挖了心出來 人家也未必會相信 我們是有原則 有立場有專業 我們一定會啟硬你們的民主立場 有沒有覺得黨轉了態呢 不應該參加公投的時候 我已經感覺到在那次 我們談了很多次 開了很多次會 我已經覺得黨的路線好像在轉 好像是想走建制派裡面的路線 不參加這個變相公投 以及支持這個政改方案 而變成把終極方案放在一邊 我在民主黨這麼多年 我沒有聽過民主黨任何一個人 在那樣的事 是大讚政府官員 讚到好像民建民都沒有笑過這麼讚 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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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經常說 民調顯示很多人支持他們 但李宣明就不是這樣看 我覺得他們太過 就是太過注重民調 可能就是太過注重選票 一個政黨應該有些原則上的堅持 就不要讓人感覺到民主黨再不堅持 爭取民主二十年 一方面採民機率 這種情況 看似你都沒試過 這種情況 看似你都沒試過 但是當被自己的支持者罵的時候 大家就要好好的 想一想 為什麼 自己是不會行錯呢